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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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整整 他的齐骨 包括他的指甲可以看保存得很好 江苏连云港挖出2000年不服女尸 考古专家撬开棺杆后被当场吓得双腿发软 当时我就站不住了 腿就软掉了 我就抱抱关上 一看这个事情 她当时也站不住了 也软掉了 女尸张大嘴巴表情痛苦 第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众人 仿佛生前遭受了残忍酷刑 而女尸不服的原因更让专家直呼神奇 2002年7月 江苏省连云港市双龙村的一处工地内 挖掘机像往常一样开挖沟壑 一铲子下去之后 泥土里传出一阵木板破底的声音 紧接着就挖出了一口硕大的棺果 负责人连忙上报给了文物保护局 考古队火速赶到了现场 初步判断这是一座汉代墓葬 对员们非常兴奋 因为汉代古人誓死如生 下葬时会携带大量陪葬品 知情的海昏猴刘鹤墓就出土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 可汉代墓葬丰厚的陪葬品同样吸引了无数盗墓贼 从而产生了汉墓石墓九空的现象 眼前的这口棺果 表面没有任何道具的痕迹 很有可能出现西式珍宝 考古队员们立刻展开抢救性发掘 打开果实盖板之后 发现了四口大小不一的棺材 专家激动地撬开了第一口棺材 里面的景象却让所有人傻了眼 棺材里面灌满了积水 几件漆木器凌乱地漂浮在上面 木制梳妆盒里存放着七个功能各异的小盒子 里面装着胭脂 木梳 唇彩等女性用品 除此之外并没有珍贵的陪葬品 而木主人被水泡了千百年 如今只剩下一副牙床了 专家推测 一号棺埋葬着一名女性 根据棺果的摆放位置和大小来看 很可能是男木主人的小妾 紧接着队员们打开了二号棺 里面出土了一些梳子和铜镜 说明二号棺的牧主人同样是一名女性 队员们打开三号棺之后 还是没有发现牧主人的尸体 专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因为联名港紧靠黄海 地下水非常充沛 遗体埋在这里两千年 如果能保存下来 那可真就洗了门了 队员们清理完三号棺之后 发现了几枚五珠钳 和几把腐烂变形的刀剑 看样子 三号棺的主人是一名男性 前三口棺材并没有任何重大发现 考古队员们垂头丧气 已经对四号棺不抱任何希望了 但挖都挖出来了 总得打开看一眼吧 结果这一看 把所有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队员们打开第一层盖板后 发现里面还有一层密封板 规格明显比前三口棺材高了一个等级 说不定里面真的会出现奇迹 专家拿起撬棍 使出浑身力气 把密封板撬开了一条缝 结果看到了一个类似脸藕的东西 就看见棺材敲下来以后 好像有两根那个藕一样的东西 我就用手去碰它 就在划的 就在考古专家疑惑不解时 有人发出了一声惊呼 脚 棺材里有脚 专家顺着缝隙往里一看 当场被吓得双腿发软 漂亮漂亮漂亮 弯弯整整 他的齐骨 包括他的指甲 可以看保存得很好 江苏挖出2000年不服女尸 考古专家撬开棺材板后 发现缝隙里有一只煞白的人脚 考古专家冷静下来后 鼓起勇气将棺材彻底打开 发现棺材里装满了浑浊的棺叶 一具保存完整的女尸泡在里面 女尸肤色发白看起来非常新鲜 考古专家撞起胆子按了一下 女尸的肌肉竟然还有弹性 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眼 这口棺果距今已经2000多年了 里面的遗体怎么会保存得如此完好 并且这座汉代墓葬一共埋着四口棺果 在相同的外界环境下 其余三具遗体都化成一堆烂仪了 唯独这具女尸安然无恙 这不可能了 此时有专家怀疑 女尸是后来有人埋进去的 可人们对这座墓葬进行细致勘察后 发现棺果下葬的方式 完全是按照汉代墓葬的标准进行的 而棺果和密封板 没有任何被撬过的痕迹 所以眼前的这具女尸 真的在地下保存了2000多年 考古专家当场愣住了 这绝对是一个轰动 整个考古界的重大发现 为了解开女尸不符之谜 医疗研究小组立刻展开了研究 其实我国曾发现过 很多千年不符的古诗 例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心锥夫人 被发现时同样泡在棺叶里 遗体之所以能够保存2000年 就是因为这些特殊的棺叶 里面有乙酸 乙醇 水银等成分 这些都能起到防腐作用 类似于现在的福尔玛林药水 由此可见 汉代古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防腐技术 那么连云港出土的这口棺材里 里面的棺叶会不会跟马王堆的相同呢 可当专家对棺叶进行化验后 得出的结论却让所有人难以置信 因为棺叶的成分是弱碱性 而马王堆则是酸性 两者正好相反 专家再次陷入了迷茫 因为弱碱性的棺叶 不仅不能起到杀菌防腐的作用 甚至还会帮助细菌繁殖 遗体泡在这样的棺叶里 腐烂速度只会更快 难不成这是古人研究的特殊防腐叶吗 专家决定对棺叶进行微量元素分析 可这次的结果再次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古湿叶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的含量呢 跟连云港的潜水区的海水的含量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简单理解就是 这些看起来神秘无比的棺叶 其实就是渗入棺材里的海水 虽然专家找出了答案 此刻却更加迷茫了 难道仅凭海水 就能让遗体保存2000多年吗 人们对女尸进行检查后 在腹部发现了一个伤口 猜测女尸下葬前进行了防腐处理 类似古埃及的木乃伊那样 将内脏掏空塞入特殊的药材 为了解开这一谜团 专家对女尸进行了解剖 结果再次让人直呼离谱 漂亮漂亮漂亮 完完整整的 他的齐护 还包括他的指甲 可以看保存得很好 江苏挖出2000年不服女尸 考古专家撬开棺材板后 当场被吓得双腿发软 当时我就站不住了 腿就软掉了 我就报告官长 一看这个事情 他当时也站不住 也软掉了 女尸张大嘴巴表情痛苦 生前仿佛遭受了某种酷刑 专家对女尸进行解剖后 发现卢神经保存完整 身体的内脏器官没有缺失 而女尸腹部的伤口 其实是腐烂造成的 地下水渗进棺材里之后 终止了腐烂过程 一具纯天然的遗体 加上纯天然的官业 竟然造就了2000年不服的奇迹 考古专家觉得自己在做梦 眼前的一切简直不可思议 对墓中陪葬品进行清理后 人们找到了一枚 闺女同意 上面刻着 林氏惠平四个字 由此可见 女尸的名字叫做林惠平 在社会等级森严的汉代 只有太守等级身份的人 才能使用闺女同意 由此可见 林惠平家世非常显赫 但墓中却没有出土 任何贵重的陪葬品 说明林惠平遭遇了家道中落 因此也没有条件 进行特殊的防腐处理 人们只能把目光 再次看向这些官业 经过不断研究后 专家得出了一个结论 由于林惠平葬在连云港 墓穴位置非常低发 东边是黄海 海水倒灌后 就会将墓穴淹没 棺材里因此装满了海水 这些海水和官业 本身产生了化学反应 形成了一种弱碱性官业 虽然这种官业会帮助细菌增长 但并不是所有细菌 都会造成腐败现象 也就是说 官业里的友谊细菌 战胜了腐败细菌 并且这具官果使用了 一整根楠木 从中间凿空制作而成 本身没有任何缝隙 官果四周还采用了高泥封边 密闭性非常好 机缘巧合下 才让林慧平完整地 保存了两千多年 不服的原因虽然找到了 但他为什么会露出 如此痛苦的表情呢 林慧平张开嘴巴 仿佛在呼喊和大口喘气 专家对胃部进行解剖后 发现胃里没有任何食物残渣 说明林慧平生前 好几天没有进食 将这一切结合起来后 一个无比惊悚的真相浮出了水面 两千多年前 连云港地区生活着一个贵族家庭 由于社会动荡家族也跟着落寞了 男主人和他的两个妻子 先后离开了人世 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林慧平 重病数日难以进食 从而陷入了深度昏迷 无论下人怎么呼喊 林慧平始终没有任何反应 人们以为他死了 为了防止遗体腐烂 很快就举行了葬礼 等林慧平清醒之后 发现自己躺在漆黑棺材里 他拼尽全力呼喊救救 却因为多日没有进食 连抬胳膊的力气都没有了 棺材里的氧气耗尽之后 林慧平彻底闭上了双眼 临死前仍然保持着 张大嘴巴呼吸的样子 难以想象他遭受了 怎样的痛苦和绝望 专家经过技术复原后 成功还原了林慧平生贤的样子 不难看出 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汉代美女 那么大家对此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您好